刪了 iPhone 漫游功能,照收萬八元漫游費。 帶著手機去外國旅行,很多人為了省錢,都會刪了數據漫游功能。 但英國有幾百個 iPhone 的用戶就投訴,就算刪了漫游功能,回到國家後仍然接到天價帳單。 其中一個用戶去完美國旅行,數據使用費竟然高達一萬八千元港幣。 有網絡供應商就說,如果用戶只是刪了數據漫游費,